撕 撕的話有個斜度 左邊比較短 右邊比較長 每次都這樣 他都喜歡把這個黏死 遇到這個棋啊 撕啊 都是黏死 其他都不會喔 撇 點 好 那撇過來以後 注意 1 2 再來就是3 那這裡他斜的手法是垂路 收筆回去的 所以1 2 3 間隔都一樣 這個降低一點點拉長 右邊沒筆畫所以他拉得很長 那不要從中間喔 1 2 3 4 這是第四個間隔 當然從他間隔來算 這樣子才會覺得有中間集中 四周放鬆的效果 賭 賭的話 折 拜託 斜上去 當偏旁的時候 他原本是不斜的 可是當偏旁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斜的有點誇張啊 再配合這個撇 沒辦法 當偏旁字就會變形 那是一定的道理 不要讓他保持原本的形狀 那像他當偏旁斜的對不對 自然右邊的筆畫會把它壓下來 然後就形成個動態的平衡 好 這個鍵每次都很長 絕無例外啊 沒有例外的東西 那這個皮每次都好短 然後這個鍵啊 就利用這個來展現這個賭字的優美姿態 好 要順勢上去 不要把筆畫寫呆了 弓 弓 弓 寫上去 腰下來 跳上去 寫下來 折 帶下來 然後弓從這裡 撇 讓得很長 高 高的點 然後一個短的 那這個點不在正中間喔 偏右 好 前面黏住 後面不要碰到 前面黏住 後面不要碰到 剛剛這個字畫倒是寫得蠻細的 拉得蠻開的 折進來又寫得蠻粗的 挑起來 好 那口是偏左邊的 右邊比較寬 口要寫扁一點 不然會曬不進去 好 那你這樣來看 這邊會比較寬 高 大 大的話 橫畫一定斜上去嘛 這已經超過很多次了 斜上去的目的是因為 待會撇完以後 會有一個非常浑厚的鈉 而且拉得非常開的鈉 可以把一字壓下來 好 大 順 順的話 筆畫這個倒是很短 一樣上面伸長 中間縮短 點挑 撇 然後這一個短短的左點 然後細細的 拉得很長 折 折的話往內 然後順 撇 這裡細細瘦瘦的 然後這一個弧度 挖完下來像仿錘狀 拿長 斜上去短的 斜過去再拉過來 這裡其實有點寬 不過講過了跟他一樣 不要幫他改字 好 順 好 好 斜下來下面很短 上面很長 這一段又很短 跟草有預曲同工之妙 折下來 好 間隔已經確定了 這下面就不能斷斜了 左邊還是可以伸長 右邊還是縮短 這邊都縮短 這邊伸長伸伸縮縮 這樣才好看 然後橫外是細的 然後折了以後 他加一點粗細 拉的很低 再勾起來 那勾起來以後 上面旗筆很重 然後扁扁扁扁扁扁 誒 送出去 琴 伸伸的話 帶過來 帶下去 再彈上去 然後伸這斜過來 他的伸一定是這樣寫的 沒有例外 點是比較直的 這有點弧度歪上去的 筆畫 斜了 斜了待會有點壓下來 所以不用擔心 但是你寫斜 你也要注意待會要有壓下來動作 撇 這個點就是把字壓下來的動作 所以要拉得夠長 撇 按下去 拉下去 拉下去 變細 就寫的比較厚一點 撇 注意這裡 這裡有空隙 不要太靠近 太靠近 字就很奇怪 右邊 這裡還是最長 滑上去 封好 撥